哈囉,我是 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五個最容易搞錯的英語問句 OK,那麼在跟外國人交流的過程中呢 我們經常會譯錯對方的意思 或者是對方向我們進行提問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get到那個點上 所以本期和您分享的是 五個最容易搞錯的英文的問句的用法 這個片語呢大家應該不陌生 但是很多人會把它跟 How do you do 混淆 注意一下how是表示什麼什麼怎麼樣 或是什麼什麼如何的意思 所以how do you do 是說你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表達一下自己的狀況 你可以說I'm good 挺好的 那what do you do what是表示什麼的意思 也就是你是做什麼 除了用這個用法之外 有時候我們也會說 What is your job 你的工作是什麼 或者是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也就是你靠什麼來謀持生計 但是注意一下後面兩個表達呢 相對而言會比較直接一些 而且我們經常用的不是很多 例如 What do you do 你是做什麼工作呢 Well, I am an office worker 我是一名辦公室白領 一或者是 How do you do 最近怎麼樣呢 Not bad 一般般 No.2 What are you up to 這個片語呢很實用 也是非常口語化的 很多人聽到這個短語之後呢 就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 然後愣在那邊 它其實和What's up 是一樣的意思 都表示你怎麼樣 或者是你最近在做什麼 它是一個問候語 如果說對於很長時間沒有見面的老朋友 我們可以做一下實態上的改動 你也可以說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例如 Hey, what are you up to? Well, nothing I'm just taking a Russian class these days Hey,最近怎麼樣呢? 沒有什麼 我只是在上俄語課最近 No.3 How do you find something? 注意下這裡的話 你一定要去思考 不是真正意義上的 你是如何找到什麼東西 這個片語呢一般是表示 什麼什麼怎麼樣 或者是什麼什麼如何 它其實想問的是你的觀點 類似於 What do you think of something? 也就是你認為什麼什麼怎麼樣 例如 How do you find this movie? 你覺得這部電影怎麼樣呢? Not bad 不是很糟 或者是一般般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問某人 如何去找到什麼東西 這裡的話我們一般會用過去時代 例如 How do you find this place? 你是如何找到這個地方的呢? My friend told me 我朋友告訴我的 No.4 Do you have time? 如果你想要約小哥哥 或者是小姐姐去外面吃飯 或者是去喝一些東西 這個時候你用 Do you have time? 還是 Do you have the time? 注意下這兩個用法不太一樣 在時間內一期我們講過 如果你想要問某人現在是幾點鐘的話 你可以說 Do you have the time? 注意下這裡的定罐子 the是不可以省略掉的 the其實有表示限定的作用 也就是現在是幾點鐘 目前是幾點 那如果你想要問某人有沒有空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把the這個定罐子拿掉 也就是 Do you have time? 例如 Do you have time? I'm going to throw a party on Friday 禮拜我要舉辦一個派對 有沒有空可以過來呢? 或者你也可以說 Do you have the time? My cell phone is frozen 你有沒有時間 或者說現在是幾點鐘 我的手機死機了 OK The last one Would you mind? 這個片語呢是表示 借不建議的意思 它有三個用法 第一個是在後面加動詞的安音記 例如 Would you mind leaving a message? 你建議留一條簡訊嗎? 這裡的lib是在後面加的動詞的安音記形式 那第二個用法是後面加名詞的兵格 或者是形容詞形的無阻代詞 然後再加動詞的安音記 例如 Would you mind me smoking here? 或者是 Would you mind my smoking here? 第三個用法是後面會加if的重句 比如說 Would you mind if I smoked here? 注意下 如果你建議某人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說 Yes, I'm sorry 不好意思,我很建議 如果你不建議他做這個事情 你可以說 Certainly 或者是 Of course 或者你可以說 No Not at all 不 一點都不建議唷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因為我小機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一期唷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囉 Bye Catch you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